因為演出與神同行爆紅的韓國女演員金香起 最近正在趕拍新的古裝新劇 朝鮮精神科醫生劉士風 不過31號劇組突然發生嚴重車禍 讓人相當震驚 據還沒報導 劇組人員在31號一大早搭乘一輛巴士 準備前往京畿道波州攝影棚 沒想到途中和剛準備從加油站離開的這些拖車 發生對撞意外 照片中可以看到 巴士的車頭幾乎全毀 造成一名30多歲的導演當場身亡 另外兩位工作人員重傷送醫 其餘乘客則是輕傷 而據了解事發當時車上並沒有演員乘坐 女主角金香起也不在現場 目前戲劇方面也已經暫停所有拍攝工作 將全力處理後續的事宜 發生這麼重大的事故 電視劇能不能在下半年如期開播 劇組也表示需要再跟電視台做討論 電視劇能不能在下半年如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